现在社会中,什么劈腿或外恋的消息铺天盖地,人们对爱情与婚姻从曾经最美好的崇敬到现在望而生畏,更会有人抱怨父亲人太多,谈恋爱本是幸福甜蜜的事情。 但若对方移情别裂,会给彼此的感情带来巨大痛苦,但仍有大多数人能够坚守自己的初衷,对爱情始至不渝,那么对爱情最忠诚的星座有哪些呢?咱们来盘点下吧。 金牛做金牛对感情完全发挥了自己一根筋的个性。 从一而终,金牛属于日久生情形,不会仅凭第一印象就会随便爱上一个人,因为他们认为爱情是要较长时间去酝酿,确认彼此是真心喜欢就会专一到底,不会改变自己的心意,而且感情会随着时间而更加浓厚。 虽然金牛比较难追求,但得到他们的爱是非常踏实的。 TALK 2,摩羯做摩羯的爱是稳定的,是坚定的,虽然有时会有些不解风情但对感情是明确的,爱一个人就要负责到底,爱上一个人就要忠真不爱。 摩羯谈恋爱的目的是相当单纯的,本着能够相伴一生的态度。 忠真不爱是摩羯的本色,坚定不移是摩羯的原则。 如果爱就白头偕老,若不爱却不打扰。 TALK 1,天蝎座对于爱尊封名的天蝎来说,爱就要爱得刻骨铭心,所以天蝎座对待爱情也是谨慎的。 当你的爱人是天蝎时,大可不必担心,想让天蝎变心可是很难的。 天蝎有着极强的责任心和毅力,决定的目标不会心意放弃,而且天蝎敢爱敢恨。 你若不弃天蝎就不会离开,因此天蝎的爱如同坚固的堡垒。 两个人因为爱而走到一起,这份感情可是得来不易。 既然选择与对方论度此生,就要对这份感情负责,努力的维护这份感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